防我救僚 反對廢消 剛才村長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第一個 新豐國小的人數遠比救僚國小還少 而且新豐國小未在大潮州斷層帶 哪有說病過去新豐國小 致我們的小朋友於危險而不顧 這也是不對的 而且救僚國小 有1到6年級的小朋友 還有幼兒班 幼兒園 養育館建護另外一個最差勁 而且最錯誤的決定 就是說小朋友要病到所謂的新豐國小 但幼兒園的小朋友要病到所謂的高速國小 讓我們的家長疲於分明 這是最不樂見的 所以我們很難想像我們的教育審查審議小組 希望你能聽到今天所有我們不管是救療 不管是所謂的司馬 還是我們所有材料的家長的心聲 他們的犧牲就是單一 很簡單的就是 反對廢校 反對廢校 還我就聊 還我就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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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